伴你读书,共享敬意好时光 亲爱的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微读时光》 今天为您分享的是叶依秋的作品 一个人的清静 一个人是清静 两个人是磨合 三个人是热闹 无数人是嘈杂 我是喜欢清静的 老公开玩笑说 修个尼姑安给我 专供我去修行 我答清静在西,不在行 一袍素衣,一串佛珠 一缕清香,一洗草垫 也不都是吹着清静的心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有人金堆生 有人土地长 有人贵人柱 有人万马踏 有人馅饼杂 有人落井梅 有人生逢时 有人生乱世 有人幸福满 在乱太多,不如什么都不在乎 只持一颗清静的心 一个人清静 不烦扰别人 也不困扰自己 一个人旅行 清静 来去随意 来去随意 行歇随意 集许随意 赏思随意 可以驻足宁思 可以滴雨漫步 可以对鸟试雨 可以扶之细赏 可以敲射人景 可以临风为景 可以细寻漫问 可以走马光花 可以坐看云卷云书 可以慢踏黄沙细水 可以赶早静候尘光 可以助力 莫送邪阳 一个人读书 清静 无需多虑 无需争执 无需心忧 无需遮掩 可以不思茶饭 可以不问身外 可以追骨思惊 可以悲乐其中 可以感同身受 可以默认知己 可以开卷两不知 可以闭卷成固有 可以灯下流光阴 可以书里追究事 一个人听取清静 无需选择 无需听词 无需评说 就那么静静地听着 就那么随意地听着 开灯也罢 关灯也罢 无词的曲里 清纯的乐音在空气中弥漫 入耳 入心 入思 有故事 有情语 有时空 纯音乐也是无言的书 一曲就是一本 动人情思的书 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逛街 清静 无需迁就 无需受累 无需犹豫 无需参谋 可以尽兴而归 可以中途而返 可以两手空空 可以满载而归 可以一见不看 可以细寻慢看 一和人一样 核心的一眼就够 不核心的百看都多余 一个人走路 清静 无需话题 无需复合 无需抢装欢笑 无需步调协调 可以兴来随拍 可以陶醉偶遇 可以急步奔走 可以优雅徐行 可以轻声叹息 可以牵丝微笑 世上的路再多 走过的人再多 不如自己一个人静静地走 一个人病着清静 无需安慰 无需分担 无需思虑 无需辛劳 可以高枕无忧 可以平心静气 可以昏昏大睡 可以懒顾繁杂 珍珍地生病 一日闲一日 黄花病容 曙光阴 一个人独处清静 无需事故 无需人情 无需圈子 无需应酬 可以得善其身 可以中立无争 可以随心行事 可以大到智解 世间纷纷繁繁繁 众说纷纭 每个人心里的最高境界 归为佛法 都说佛是大智大会的 但他一语不发 所有的智慧都在净处中领悟 一个人清静 只是这清静太难得 有时需要机缘 有时需要偷征 有时需要牺牲 文章已经分享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我的分享 请您点击关注 以便收听更多好文章 我们明天见